這就是我們第四個點 中邪的遊樂場 大家好,我是王狗 那我今天拿的這一罐是什麼勒? 它是一罐油 它的使用法是把這個油... 呃... 我看一下 未來男友說 這罐油是把它塗在你眉心的地方 可以增強直覺地 若有冥想的話可以開啟第三眼 然後記得千萬不可以給別人使用 千萬不可以給別人使用 千萬不可以給別人使用 千萬不可以給... 相信大家都有看過恐怖電影 等一下 換個音樂 相信大家都有看過恐怖電影 或者是連異節目吧 他們很常有一個橋段 就是拍團體照 拍一拍後面多數一隻手 或是一顆頭 我這次呢就是插了這一瓶 去五個發生過靈異事件的地方 探險 加拍照 看會不會像電影 或是靈異節目上面一樣 拍到什麼 不該拍的東西 所以那剛剛影片這邊 出現的那群學生呢 是我在那邊探險的時候 遇到的一群學生 他們知道我在拍影片 那也想跟我一起探險 所以就找他們一起加入了 那我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放當時的影片給你們看吧 眉心這邊 好 第一次 好 你們全部就放鬆心裡就好 不要想任何東西 如果OK的話就張開眼睛 就覺得自己心情沉澱好了 感覺有感覺 我們要閉眼睛的時候 頭髮幫忙的生氣 你們現在有沒有什麼感覺 閉眼睛是覺得 有人跟我對到眼 沒有感覺 都還沒有 很刺激的感覺 對啊 好 那我們現在下去第一個點 就是後面二樓這裡 對 就是照片指著這裡 二樓的洞口地方 是阿貞說他有一個朋友 在下面的時候 看到那個洞口 有一顆頭飄過去 那一天我們本來是想要上去拍 上面已經進不去 所以我們就在一樓 然後往樓上拍 看畫面吧 好 走吧 好 定時囉 我們現在要移去第二個點 第二點是後面 六滑堤上去 會看到一個小木屋 那小木屋旁邊是斜坡 這個是我國小的時候的傳說 據說是有一個女孩 那從這個斜坡上面滾下來 摔死 之後就陸續有人 在那邊看到一個 頭倒掉的女孩 在那邊遊蕩 那我們看畫面 這裡就是我剛剛講第二個點 就是有一個女生頭倒掉的地方 你們現在有什麼感覺嗎 有點貓貓的 貓貓的 有點冷 有點冷 OK 拍照吧 我們要去第三個點 第三個點 第三個點 就在石山的洞口下 這裡是據說有一個 屍體在那邊被發現 而且發現的人 就是那群學生裡面的其中一個 它有親自說明 我直接放畫面給你們看 下面不是有個樓梯可以上去嗎 對啊對啊 上面有個小涼亭 我住宿船有上去拍過 有一集我就在涼亭那裡 小學的時候 在打躲避球 球滾到上面 我們上去找 然後在上面發現 一個人 躺在那邊 他覺得蠻恐怖的 屍體 就是一個死的人 樓上行文 然後被我們遇到 這樣 好 OK 那我們 我們就在這個點 你們現在有人 看到什麼 或是 怎麼樣 都還好 有可能是我們人太多 好那我們去第四個點吧 第四個點呢 是我親身經歷的 我那時候在這個球場打球 在球場旁邊是這個遊樂器材區 我在打球打一打 突然發現遊樂器材區那邊 有一個女生 大概20歲左右 在那邊風光 就一直搖頭 一直搖頭 一直搖頭 然後亂叫 但是當時因為超常 還有一對老夫妻在上 所以我就覺得說 欸那個女生可能是 那個老夫妻的 女兒之類的 但是後來我打一打打一打打一打 發現老夫妻走了 那個女生還留在那裡 所以我到現在就想要趕快 把東西收拾走了 但是我收拾好 我要離開的時候 球框那邊 原本在地上的兩顆球 很工整的排在籃球架的左右邊 而且是一條 我還要特別去看 它是一直線 完全沒有一點誤差 就像兩個門神 然後中間一個本體 因為那個操場 旁邊都有這個 樣子的那種壁畫 回頭一看 我就看到這些壁畫 全部都變成墓碑 然後我就再看一次 又變回壁畫 我就趕快離開了 還是不能確定 這些事情 到底是不是我演化 或者是那個女生 其實也只是 精神分裂 這個都難說 一夜不排除有中邪的可能 所以我們就到那個 遊樂器場的地方 拍照看看 好 這就是我們第四個點 中邪的遊樂場 好 過去 感覺被拉很拉爛 可以往後拉的可能 要不要再說說看 我剛才不是都走最後面 然後就後面感覺被拉一下 剛剛他們都沒有跟我走在一起 人沒事就好 好 第五個點出發 好 GO 對 你有聽到聲音 你有聽到聲音對不對 可是這裡不可能會有冷 這個時間 上面有什麼路 上面不是應該要有人經過才會亮嗎 上面 有人經過上面才會亮嗎 對啊 有人經過上面才會亮 對 這就是我們第五個點 那我們剛剛經過的時候 那個二樓的燈突然自己亮 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拍吧 OK 那我們最後一個點 來囉 對 對 那剛剛就是我們五個探險的地方 你們記得 我操場的時候不是說有聲音嗎 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又聽到 那裡有鐵欄幹敲擊的聲音 是白色的門這裡面 所以我們就決定在這裡 加拍第六章 放畫面一點的看 因為我們剛剛一路走過來的時候 我們聽到那邊有鐵欄幹敲擊的聲音 而且 走進來有一種 陰風的感覺 就是我們想說進來這邊拍拍看 還有什麼東西 給我講的一道 想吐 你剛剛想吐 在上面 真的假的 一點點 可是吐不住啊 然後我們總共拍完這六章之後呢 那群學生裡面又有人說 有一個地方有一個人衰落 所以我們又跑到那個地方 拍拍看 然後放畫面給你們看 有了是有人怎麼了 之前沒有鐵網摔下去 對所以呢我們總共拍了七張照片 我是有發現有一些地方有一點異狀 因為我怕我還有漏看一些地方 所以我會把這七張照片 全部PO在我的粉絲團 那你們有發現什麼風吹草動的話 可以在任天的文章下面留言 或者是私訊我的IG 我會全部把它整理好之後 再一次跟你們交代清 不是我故意要分量幾 掉你們會口 只是我覺得我一個人的眼力可能不夠 怕會有地方沒有交代到 所以我希望通知好大家的資料之後 再一次跟你們講 感謝你們 麻煩你們啊 謝謝啊 今天大概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你可以幫我訂閱分享和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網狗 我們下集見 掰 我們剛剛要離開的時候 有沒有聽到一個聲音 而且它是忽遠忽近 從這裡面傳出來的 從這裡面傳出來的 你看現在很遠 有沒有 有有有 很近 你們大家都聽到嗎 有有有有 喔 想交就會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沒沒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